来自洛杉矶的两位级苏家 德安达三世一级维尔考克斯 运用简简代表台南的温宿 以及富汗在地的属性的材料 来转身甘重的台南 其实他也找了我们周边看得到的玩具小物件 那其实这个部分也跟A13的Ariel 这艺术家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共通点 那一样我们在这些物件里面看得到的 就是这些文化反映出来的 其实都反映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多元文化形成的一个文化体系 那所以其实是一个很老少嫌疑的展览 依然并减塞作形役各国的文理专画 都上位置的表位 表位也跟合了向前各国玩手的多种模型工材 在在上面天很出对台南 在寿司的时间流失来变化的概念 运用了像我们平常经常都使用的筷子 当然东方都会使用筷子 但是尤其在他们去安平的时候 发现安平是个观光地区 有很多的这种竹筷 那所以他就利用竹筷 然后再加上安平树屋的异象 去创作搭建了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作品 展图里面有一个展品 并使艺术跟运用力想定的地和合了美式文化 来创作出个达人工区的作品 这个作品也很有趣 就是它显示它的实验性 那其实他们希望是搭出一个树的形象 那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 因为可能台湾的思路的关系 所以崩塌 然后又把它重新组合起来 那最近又因为可能天后的关系 又垮了下来 不过它相对还是一件有过程 然后是动态性的一个实验性的作品 本厨的南亿的电器到9月30号 好像乡亲全能观伤的艺术 到甘重的台南 那天是我们来的专门 专门家里的彩虹报道